大家好,我杨风 9月10号美国911事件的前一天 中国大陆出人意外的宣布 开放海外资金进入中国的股市和债券市场 北京开放金融市场这是一个必然的道路 但同时也让人有些意外 因为中国大陆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 靠着制造业、对外贸易和对外出口 来提升经济的增长 大陆需要从世界的工厂转型为世界的市场 必须要从制造业迈向以内需消费为主导的服务业 当然,制造业也需要保留,不能够丢掉 所以在这个时候,金融业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金融业会是一个推手 同时,如果人民币想要走出去 就必须要健全自身的金融业 并且还要把国内的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让国内外的资金都能够自由的进出 让人民币能够自由的兑换 所以中国大陆要开放金融业 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我们在去年谈论美中贸易战的节目中 有提起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 就是美国要求中国开放表列里的其中一个重要项目 既然说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是预期之中 为什么又说有点让人意外 这是因为,如果中美双方打起金融战 中国完全不是美国的对手 两国不是在了一个同一个量级上 几乎可以说美国能够玩虐中国 北京在这时候宣布 这样的开放措施的确是比预期要早了一些 这其中有什么内情,什么样的原因 或者说北京有什么战略企图 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战下 双方打得非常紧绷的情况下 就值得我们来分析和探讨 请各位耐心听下去 因为今天一个重点就是要谈北京的战略企图 首先,对海外投资者来说 这是一个利多消息 因为在过去,中国大陆是一个资本管制的国家 当外国的资金想要投资中国股市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一个资金的额度 如果没有额度,或者是额度不够 就必须要向中国政府申请 但是这样一来,效率就会差很多 一旦外国投资人发现了值得投资的股票 但是手头上没有额度,或者是不够额度的话 那么,等额度申请下来之后 恐怕已经过了最佳时机 我们都知道,炒股票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一个投资人,或者是一个投资机构来说 不能够掌握投资买卖的时机 兴趣就会大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外资投资大陆股市的主要两个管道 QFII和RQFII,有3000亿美元的总额度 但实际上只用了1000亿美元 只用了三分之一 外资本来是想要来中国股市翻云覆雨,大赚一把的 但是大陆对他们限制东又限制西 人家就没有兴趣了 现在,把额度解除了,不用申请 就可以重新拦起外资对中国股市的兴趣 对于大陆股市来说,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第二,对于大陆股票市场来说,也有好处的 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中国股票市场 提供更多的动能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改变中国大陆股票市场的结构 因为大陆股市有许多的散户投资人 一个股票市场,如果散户投资人居多的话 这个市场就会比较不稳定 一旦有风吹草动,大家就容易猛进猛出 就是疯狂买进,又疯狂的卖出 股民互相之间杀得头破血流 2015年的股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来谈那一次的股灾 而外资投资人多半都是机构 可以适当地冲淡大陆散户多的情况 所以这一次的金融市场开放 对国内外的投资人都有好处 既然有好处,当然也会有坏处 许多散户投资人就会问说 既然外资这么厉害 很多都是国外的共同基金 还有更厉害的对冲基金 他们跑到国内来翻云覆雨 散户投资人,岂不是要任他们宰割 让他们割韭菜 这份担忧当然是肯定的 因为不能够只拿好处 而不接受随之而来的缺点 这是第三点 那么北京有什么战略企图呢? 我们先说一个正面的企图 大家还记得我们去年的节目中说 中国大陆的确是愿意开放自身金融市场的 但是他们会依照自己的节奏 而不是全面照收美国为中国所列的时间表 这是过去一年多来 美中贸易协商无法达成的一个问题症结所在 这一点在我们的节目中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也说过了几次 同时我们也很有自信地改向其他的说法挑战 美中贸易协商一年多下来 越发证实了我们节目的说法是正确的 所以开放金融市场是北京一个自信的表现 愿意开放也需要开放 我们在节目开程中说了 中国大陆需要从制造业 迈向以内需消费为主导的服务业 这一点是正面的说法 但是另一方面 美中贸易协商打了这么久 不仅仅对中国的出口有影响 同时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有很大的杀伤力 所以现在大陆需要什么 现在需要的是钱 需要更多的资金 其实在打贸易战之前 大陆的资金链就相当的紧俏 我们在四天前106期 美中比拼内力降息降准 在节目中我们说 大陆从2011年的年中就开始不断的降息 一直降到今天 中国大陆不断的在释放资金 前几天的降准 大概释放了9000亿元人民币 但是仅仅靠国内资金的动能还不够 最好是利用西工大法 把国外的资金也吸进来 其实在大国博弈中有一个说法 哪一个国家能够吸引最大的 最多的外资 这个国家就会强大 甚至于会成为全球最富强的国家 美国在上个世纪 就是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资金 全球资金都跑到美国来 到美国去投资 美国当然会强大 一直到今天 美国仍然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所以这第四点 就是中国需要钱 需要资金 在全球经济都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 世界各国都在抢钱 希望有更多的资金 投入到自己的国家 川普他更是喊着 要让美国企业离开中国 最好是回到美国本土来投资 所以中国大陆很聪明 一方面管制资金 不让国内的资金往外跑 因为如果不管制的话 每年跑走一两千亿美元 十年之后 就是一两万亿美元就不见了 而另一方面 大陆开放自己国内的金融市场 来吸引资金 同时 中国大陆又利用这个开放的动作 来告诉世人说 这一年多来 美国是不断的对外限制 对各国打贸易战 紧缩自己的市场 但是中国却是越来越开放 不仅仅这一次的开放金融市场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几年来 大陆也在不断的下功夫 最近这几年 大陆对外贸易结构中 进口增加 顺差是慢慢的减少 中国大陆想要改变外界的形象 不再只是靠出口 来赚其他国家的钱 同时也愿意开放自身的市场 开放市场 就是中国大陆反击美国贸易战的 一个重要支撑点 其实大陆的做法 还不仅仅是这些 这十年来 大陆一直想办法 让人民币稳定 除了一个月前 人民币对美元 急剧升值之外 人民币还是相对稳定的 因为货币币值的稳定 外国投资人才会想要进来 人民币币值的升点 也是个双面论 我们以后会再谈有关美元和人民币的关系 所以中国大陆的战略路线很清晰 加上中国人到外国旅游的人数 是越来越多 大陆想要让世界都知道 他们也是来花钱 是对世界开放的 这五年来 从中国大陆对外策略 可以看到它的战略就是 一方面中国在赚全世界的钱 另外一方面 大陆也慢慢的开放国内的市场 所打出的口号就是 中国愿意开放市场 全世界都有机会来赚中国人的钱 不要错过了中国发展的机遇 这就是它的战略企图 不管你信不信 大陆就是利用这个方法来改善对外关系 同时吸引外资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 中国的确是越来越开放了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至少外汇管制还是很严格 同时人民币也不能够自由的兑换 我们总结一下之前的说法 美中贸易战打了一年多 同时中国大陆经济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为了避免经济下滑 撑住对美国的贸易战 大陆政府需要刺激经济 不断的降准 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这也造成了财政和经常账的赤字 所以大陆的确是需要海外的资金 有了充足的资金 一方面可以提振国内经济 另外一方面就有充足的弹药 在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压力时 可以持久的耗下去 对美国长期抗战 我们今天的标题 在金融战上 美国可以完败中国 我们现在来解释这种情况 中国股市这十年来的表现 一直都不好 在2008、09年初期 金融危机的时候 甚至于还有一个说法 一觉醒来回到解放前 这是指上证指数跌破了2000点 回到了1949年解放那年的数字 也就是1900多点 虽然2009年股市回涨 但是到了年底又跌下去了 之后几年 上证指数一直停留在2000多点 这几年当中出现了一个 资金池的说法 Money Pool 也就是说 透过不断的股市扩容 健全制度 还有改善股市投资环境 以便于哪一天觉得准备好了 就可以吸引国内的资金 还可以转移在房地产上 大量资金投入到股市来 这就是所谓的股市大资金池的说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五年之后 从2014年3月开始 中国股市慢慢的上涨 一直涨到2015年的5月 拉出了一波千点上涨行情 中国大陆花了五年的时间准备 可以用一个武侠小说的情节来比喻 武林中有一位高手 江湖人称是黑白狼君 某一天黑白狼君无意中得到一本武功秘籍 这本秘籍是由五个爵士高手 每个人都将自己一生所学写下来 集合五人的心血 成就了所谓的武绝神功这一本秘籍 黑白狼君得到这一本武功秘籍之后 就躲在深山里苦练 终于他练成了武绝神功 以为从此之后天下无敌 正至得意洋洋的时候 突然发觉对面遗仗之处 站着一位身着黑衣 身材伟岸的陌生人 看样子也是一名高手 黑白狼君心中不愿 觉得这个人是在偷看他练功 犯了大忌 于是身子一跃 使出武绝神功 双掌向此人拍去 黑衣人听闻掌风 不经意的就局长回击 黑白狼君以为这一下子 这黑衣人就算不死 也要重伤吐血 两人四掌相对 砰的一声 黑人身子向后晃了一下 但是黑白狼君 却被对方的掌力 正非两掌之外 中国股市也面临了 这样同样的情况 大乌以为准备了五年的时间 应该是很厉害 不怕美国了 很不幸的 2015年6月 股市开始下跌 其中还有两个星期 股市几乎是每天下跌 6到7个百分点 一直跌到隔年2月才停止 当时美国华尔街用了一个新闻标题 标题上说 中国股市宛如经济大萧条 每天下跌6到7个百分点 大乌花了五年的时间 所练销的五绝神功 一下子就破功了 大致精神的说法 也轻易的被打破了 这就是2015年的股灾 当时可以说是惊心动魄 而这一次的股灾 还怪不到美国人的头上 当时是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时期 虽然那时候 美国一直在唱衰中国的经济 说会硬着目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 QFII的额度有限 也只用了三分之一 美国的对冲基金 能够做空中国股市的空间也有限 2015年的股灾 反而是自己内部搞得贵比较多 股市不好怎么办呢 大陆出市提升 就大败下来 但是经济还是要发展 不能够停在那 股市不好 发挥不了资金池的作用 中国又只好把资金 移回到房地产上去 这又造成了201617年 楼价的持续上涨 把大陆的楼市泡沫吹得更大 各位可以搜索那一期的节目 标题是 中美贸易战 中国在金融上 完全不是美国对手 从2016年的2月 到今天三年半过去了 北京的五绝神功 是不是炼到炉火纯青 12成的功力 所以今天才敢开放市场 再度面对挑战 只能拭目以待了 对于此 杨风虽然不能够说悲观看待 但也实在不能够热观 别的不说 我们就以去年五六月份 美中贸易战一开打 中国股市就下跌了超过两成 以至于川普他热得很 川普说 我才一动手 中国股市就下跌了两三成 可以说 川普就像去年的热门电影 《复仇者联盟3》里面的灭霸一样 川普打了一个响子 就让中国的股市下跌两三成 在金融战上 大陆打不过美国 美国是全球金融霸主 是个重量级选手 然后在金融战上 中国像是一个小男孩 中美两国完全不是在同一个层级上 但是话说回来 在金融战上 大陆打不过美国 是不是代表一定会输 也未必 因为打不过可以不打 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像古时候那样 明金收兵 挂起免战牌 不跟你打 所以大陆建立金融防火墙 管制外汇 管制资金的进出 意思就是 我打不过你 就干脆不跟你打 没想到这一次 大陆提前开放金融市场 因为一旦你开放市场 就表示你敢于接受对手的挑战 那么这一次 中国大陆是不是能够站稳脚步 成功的吸引海外资金进入中国 还是说会向2015年那一次 惨败收场 我们以后再来分析 再做预测 金融战不只是股市和债券市场 还包括了货币市场 汇率 货币清算 货币支付和外汇等 这些方面 只能留待以后再谈 在我们节目录制的时候 看到一篇 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 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 他称 川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非常正确 美国对华为的封杀 更不能够解除 这位金融大鳄 就在中国要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 他是不是嗅到了什么气息 是不是又找到了机会 而这一次的机会 就是做空中国股市 并且做空人民币 我们以后会再说 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请不要忘了 支持订阅风零天下洋风 各种频道 祝福大家 下期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